翻盖Win掌机如何变身成一台双屏的模拟3DS游戏的模拟器神器 这里需要的硬件和配件 首先是机器本体 我以这台GPD Winmini为例 然后是我DIY的手机背夹转接件 然后就是一台你的废旧手机 这个手机越小越好 安卓或者iOS都可以 这里我以这个iPhone SE3为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最核心的用来固定的手机转接件是怎么做的 这个其实就是用一个最普通的10块钱左右的手机背夹 粘上一个手机壳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伸缩的这个背夹的尺寸需要量好 跟你的机器尺寸要进行匹配 然后两者之间我是用一片这个纳米的双面胶贴来进行粘结的 用这个纳米胶呢 它不留胶 而且呢粘的比较牢固 不容易掉 然后当你想用双屏的时候 只需要把你的手机套到这个转接件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转接件呢 你可以夹到你这个机器上 随时可以进行拆卸 而且呢 它不遮挡你的这个手柄和按键区域的操作 双S键和自定义按键也是不遮挡的 唯一遮挡的呢 就是这个键盘区域 但是你其实玩游戏的时候也不大用得到 而且呢 如果说你想用这个F1到F12按键的话 你还可以把这个转接件往下拉一拉 让这排F功能键给它露出来 这样的话 整体的使用就非常方便了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用手机给你的电脑或者Windows掌机 做扩展复评的一个软件 这个APP呢 在iOS和安卓系统里面都有 都是一个免费的软件 叫做SpaceDesk 你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然后您需要在您的电脑上 同样也下载一个这个SpaceDesk的 电脑端的客户端 这个从SpaceDesk的软件官网 或者微软的官方应用商店 都是可以下载到的 这里呢 我已经下载好了 电脑上呢 你只要把它后台开着就可以了 然后你需要把你的电脑 或者Windows掌机和你的手机 连接到同一个WiFi信号之下 并不需要做任何设置 你电脑的这个IP地址呢 就会在你的手机上进行显现了 在第一次连接的时候 是需要你在手机上输入一下 电脑客户端上显示的验证码的 之后呢 只需要点一下这个IP地址 它们就会自动的连接了 这个适用于任何一款平板 或者手机和任何一款电脑 这样就可以利用WiFi无线信号 让你的手机或者平板 成为电脑的第二块扩展屏了 它使用的原理呢 跟你正常电脑接两个显示器的原理 是一样的 你只需要把屏幕排列 排列成上下排列即可 那对于游玩3DS模拟器的时候 这个设置就和那台原生的 双屏Windows掌机是一样的 只要把窗口调成两个分离窗口 并且把下屏的窗口 拖拽到这块手机的复屏值 这样的一上一下 一大一小两块屏幕 跟原来的3DS的屏幕布局 就非常的相似 而且两块屏幕的显示效果 都很不错 用来游玩3DS模拟器 可以说非常的合适 那么这套方案 同样可以让你的Windows掌机 在两种形态之间任意切换 当你不游玩3DS游戏 或者当你想关机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把它拆下来 两个分离的设备可以分别收纳 还是非常的方便